我们看到大市真的没什么气息 下午回来还要跌多了 现在是保持400点的跌幅 恒指23362点跌幅超过1% 科智更惨 你看到跌幅到3%有多 5731点一直都在试近低位 大市的成交亦都见到多了 超过1400亿 跌的股份接近1300 虽然见到导致期货可以反弹 北水又有买入 但是港股的气氛都是弱的 我们见到今天说升的股份不够400 主要如果我们看分类指数 金融指数可以升 升幅比较大的股份 港交所之外还找到几只血伤股 这次先和Jason谈一谈港交所 港交所就连升到第二天 主要炒作的因素 都是看着中概股 因为在美国那里要退市 可能会转回香港这边 令到港交所股价有支持 我们先看看股价 如果我们看3008 450元我们当是平台的位置 连升了两天之后 就升穿了这个水平 大家有没有一个量度空间 可以去看看 究竟港交所的上升动力还有多少呢 那刚刚你提到那个因素 就是现在美国那边那些中概股 有机会来着退市 那回来港股上升 那一来就本身这些消息 或者这个因素 就不是说今时今日才发酵了 其实由今年年初的时候 都开始在传这件事 我看到今年以来都有一部分的 是中概股回流的 但是一般来说 他们回来香港上升之后 那股价都表现得不是说太理想 都跟回整个指数要跌 那变上他们现时回来方面 一来的股值就没有之前这么高 那二来究竟现时的市场的气氛这么差 你回来香港再集资的 那又会不会真的触压仍购到呢 那所以都有机会 令到那些中概股回流方面的时间 可能就没有意义中是这么快 或者可能去到下年 当时是稳定一些 这些科技股升一些 才会慢慢发 那所以对于港交所短期那个业绩的刺激 又未必说真的很大 那再加上有很多那些大型中概股 基本上要上的 要回来的都已经是做了 比如Bidi Bidi 百度这些 都是这一两年是回来的 那剩下的 比如比较大一点点 74 个遍多多 蔚来这些 都有的 但是如果你再数下去 基本上 velive Day 大家大部份都不是那些率 很大大 或者是可以叫-好大责枝额的公司 所以这方面 这方面对于港交所 mics 并说非常测试的 类似的 也方面 from the NinjaTouch 他们不会投其你的 所以這個就不是說炒上去 我覺得都是一個點線操縮為主